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串番茄到底需要多少片番茄叶子 它们的最佳比例是多少 黄金比例是什么 在告诉大家答案以前呢,我先卖一段关子 那么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道理在哪里 那么早在四百多年以前呢 伽利略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The universe is a grand book written in the language of mathematics 意思是说大自然是用数学语言写的一个大作 那么大到天文地理 小到我们的这个西红柿番茄的种植 都有数值数学语言在里面 比如说一串番茄 它到底需要多少片叶子 才是最佳的比例 那么这里边就有数学 那么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我们这个番茄的叶片 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那么我们番茄的叶片呢 它是主要的功能是用来做光合作用 来产生养分 糖分 供应番茄的枝叶的生长和开花结果 当然它是有代价的 就是职业本身 它也要消费一些能量和养分 过于茂密的叶片 它会产生多余的糖分 同时呢 它也会消耗过多的营养 从而影响了我们这一串 果实的生长发育 如果番茄的叶片太少 那么光合作用不足 从而影响了我们番茄果实的营养吸收 而影响了果实的生长 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最佳的黄金比例 不要太多的叶子 也不要太少 要恰到好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叶子是在枝子的两侧对称生长 科学家们发现 一粒番茄需要1.62对叶片 如果说我们有一串番茄 有五个番茄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这个枝子上面 需要有15到18片叶子 过多的叶子 过少的叶子都会影响到果实的发育 总之一粒西红柿 它需要1.62对叶片 这是一个黄金比例 太神奇了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 1.62 1比1.62在数学当中是一个黄金比例 所以说我一开始引用了加利略的那句名言 加利略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他怎么可以在400多年前就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现象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黄金比例 那么我们就开始开减或者叫做摘叶 我们注意到我们这一串西红柿 它大概有五粒到六粒西红柿 那么我们根据这样一个黄金比例 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一个枝叶上面 我们保持15到20个叶片 多余的我们就剪掉 或者叫摘叶摘掉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颗西红柿 这一侧它有六个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六个西红柿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叶片 大概是十几个 那么二十个 那么一对二对三对四对五对六对七对八对九对十对 那所以我们这片我们就不需要了 我们把它剪掉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呢大概有六个西红柿 我们这一串里边大概有六个西红柿 那么六个西红柿呢 那么它需要大概是二十到二十个叶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里边已经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所以说我们这一颗呢 我们不需要了 剪掉 就这样我们把所有多余的叶片我们全部剪掉 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西红柿 它的这个比较稀松 那么叶片和这个 结的这个一串一串的西红柿的花 是相对于最佳的一个黄金比例 所以说我们这一片呢 我们就按照我们这个数学 这个黄金比例来进行了 摘业 我相信那么这是科学的 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个西红柿都会长得又肥又大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摘业 按照黄金比例进行摘业 这样一个摘业的过程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搜索 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美国生活的视频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